免费公测不免费遭到市民投诉了 日前就有网友投诉 在林高县临城镇公镇街 有一个免费公测 一直以来免费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便利 但是在几个月前 公镇街北路上的这个免费公测 被私人圈地 由管理人员开始进行收费 使用一次要一元钱 记者走访看到 免费公测几个字是赫然在列 而管理员称为了谋生计 只能转嫁给广大的使用者身上 这人有人设形象 一个地方的基础设施 也有它的人设形象 在人们的意识里 城市的公测收费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现在公测不仅比过去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干净 也罕见公测收费的现象 这样一种变化在人们的心中 已经成为了定格 更可以说是地区的一种新的人设了 加上写着免费公测 自然更加强了这样的人设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是真的收费 不仅让人减少了对城市好客的好感 更可能让好不容易树立起的人设 轰然崩塌了 而起因不过是一元钱 实在是非常的不值得 对此各级价格主管部门 要加强监督检查 认真受理群众的举报 对违反规定违规圈地公测收费的 要及时的依法查处 公测小事并不小 还得认真对待 对待会儿的举报 对待会儿的举报 对待会儿的举报